好,非常美滿,我第一次看到裝修佬的櫃子吊腳的,留一個位置給我做的 一般裝修佬做的櫃子,就做到這裡的,慘了,你說叫人家換個掣? 這個位置本身已經窄了,幸好是這樣的,是呀,加上你的廁所,這邊就繞了上去,不用做了,你叫人家擦裡面的東西,是呀 做廁所,經常是這樣的情況,右邊就是緊玻璃,左邊就是一個櫃子 這邊可能只剩4吋,接著閘在那裏,想換波曲有沒有位置 看見到,但是下不了手,這個按鈕在這裏,如果好一點的呢,就做釣櫃吧,做釣櫃留一半給別人維修吧, 那這邊你叫人家擦東西呢,不能擦的喔,都放不到人進去啦,裝修也好,裝修也好,裝修也好,就這樣裝得到喔,盲,盲地碰下去啦,看不到位置呀,怎麼看呀,不能看呀,這位置 來這隻坐廁啦,就好完美呀,這裏這樣有條邊呢,就遮著的,然後上水的那個帽呢,就藏了在裡面的,是 因為拆不住的,如果想換就這樣呢,掉了這條水喉,整個水箱反轉起來了上來,拆光才換到波曲的 是,自己也打開那個體的,但是又... 不是呀,它有個Felter在下面的那裏,在下面的那裏的那裏,很划死呀 那又沒有位置扭的,這樣就遮住了,啊,這個設計夠完美呀,夠完美呀 啊,變成了,拆光了,不拆光了 啊,這隻什麼,華洛斯呀,華洛斯呀,華洛斯是有一隻好的設計的,那個什麼鬼呀 啊,什麼105,不過105那些設計又舊式一些,其實舊式設計好的 那些新式設計又不同了 啊,啊,要拆了它,這又記得腳面拆呢 拆了它在裡面 另外這宗,業主又找個朋友回來家製造廁所 我朋友就拆了所有東西出來,就含起來,做到一半就走了 原來那個曲尺掣就藏在坐翅的裙腳裏面 每次做东西或每次删水都需要整个座翅拆出来才能删水 朋友走得慢,这些环境让我第一眼看到就立刻要走 现在的新款座翅经常左右两边都有两对翼兜着 他没有看见,不会看到底液上水,也会少见一条喉 但他不想到递入师傅没有位置拆过底液上水,没有位置拆过一对筷子 如果幸运的话,拆过水箱都还可以做到 如果不幸运的话,就要整个座翅拆出来 弄好东西才可以再装上座翅 横尺就是漏水,左边好像是墙,有开水箱 我唯有拆右边的座翅,但拆了座翅我怕装不回 这些这么高难度的东西,我想都是要找原本做的师傅才能做到 有人在装修群组放了座翅的照片出来,问大家意见好不好 我看过很多人都说好,遮住喉好看 但他没有想过遮住喉,但漏水是不会有人知道在哪里漏水的 找人弄,也没有人肯帮你弄 那不是没有的,你肯给钱给人拆开座翅 给你看,看完再安装座翅就可以了 说完这么多负面东西,都要先来安装曲尺制 真是非常之好 那我们做水喉的,就不怕骂傻的 你叫我躺在厕所上也可以 那就是说,你这里给个位置一个躺 那些躺也没得躺,真是正的 哎,理想的工作环境,在哪里找 这是什么座翅,是TOTO TOTO可以在顶上拆水箱,不过顶上拆均匀 顶上拆均匀,顶上拆均匀 顶上拆均匀才换到那个,底上水的光芯 光芯和上水都可以全部起来才能拆均匀 所以现在人老精,鬼老精 上拆均匀才能拆均匀 没想的,打死都不肯来 嗯,一定是,上到来就等于回事 哎呀,你给我150元,我都补不回 趁来趁去 现在做水喉工资都很贵良 钱才过15元 嗯,差不多啦 嗯,差不多啦 但是,但如果说上到来,你加价 又或者说做不到 那客人给8-5元,你的面都黑了 你收到8-5元,行来行去 跟着客人面黑,哎呀,不如不要赚了 我经常被那些旧客骂我,师傅,现在你选择东西做是吧 我说,有些东西真的做不到啊,哈哈哈哈 这些位置摘到死怎么做呢 通常都更好,还可以顶拆螺丝 顶拆呢,就不用拆座次了 在上高松这两个螺丝呢,可以拆到出来 不过这个手工不好,手工不好呢 一拆一桩就漏水 租贵啊,这么贵租 费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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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加粥,再加粥 再加粥,再加粥就不理你了 拆这个按钮呢,小心后面那条喉 要捉住后面那条喉来拆 不然你就这样拆一声,那条喉断了你就麻烦了 好幸好今次只换个曲尺制 那个干芯和上水是没有事的 所以就移开粥帽,用一条筷子 这样安装就可以了 这粥帽我习惯不用拆出来的 因为如果你留粥帽在这里 长期迫住曲尺制 曲尺制的边很容易被它夹爆 看真一点,这个韜桃的座翅那条尺喉 是整条见得到的 这样也好,如果比如流水 都知道是尺喉流 还是其他地方流 有些全部遮住了,什么都看不到 万一尺喉流水 就要滲出来才知道它是流水 即时就看不到 这些肉帽子还好 那里面的肉帽子 左右烫的 左右烫的 这边也可以摸到厕所那边 又可以摸到厕所那边 又可以摸到厕所那边 如果有些 这边就会弄死的 那真是可惨 老鼠拉龜的 是这样 左右 左右埋不到身 右又埋不到身 即是和你整理的装修 师傅都很有心思 不错不错不错 抵赞抵赞抵赞 有声是来着水 想不想 是啊 最主要拖地抹的时候 不要一个地拖刷 哦 因为它有一截是零尺尺 零空掉出 明白 停一下水 多下水 啊 哇 这水很满 好 算了 好,好,太好了